去年首位机器人公民苏菲在沙特诞生 会后空翻的美国机器人也是震惊全世界 还有两年内会下为期的阿发狗机器人 也是不断刷新人类的证知 在机器人领域竞争从没有停止过 最近日本一家知名的车企的工程师们 又搞出了个网红机器人 就是屏幕上的这位 这个长相我们暂时先不点评 但是人家可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看穿着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投篮的命中率是百发百中 我们跟着公众号新设计来认识一下 这个篮球机器人是由17名丰田工程师 在空闲时间研发的 名叫Q 据说设计原型来自日本漫画 灌篮高手的主角鹰木花道 不过这长相还得打磨打磨 他身高1米9 低于NBA运动员2米的平均身高 但是他拥有人工智能不可小觑 Q的看家本领是投篮 他有着灵活的累人手指 能从3.6米远的地方进行投篮 还会和运动员一样屈膝下蹲 然后投出球 为了让其一投一个准 工程师们除了对手部做精确设计 还应用高速摄像机和实时反馈技术 并通过人工智能编程 让他进行了20多万次的投篮学习 不久前Q和日本顶级职业篮球联赛 东京队的两名球员 进行了一场罚球比赛 职业球员十罚八进 而Q的命中率是百发百中 这让职业球员感到很沮丧 不过Q目前在球场上还不能移动 更别提傻防守技术了 所以篮球明星们可以长输一口气了 但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未来的事可真不好说了